祠堂又叫宗庙宗祠 作为一种宗庙文化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流淌了几千年 而新干几乎每个村都有祠堂 早上吹烟刚刚消散 中州村的邹氏祠堂就陆续坐满了人 这里没有一般祠堂里陈列的祖先牌位和供品 满堂的书籍杂志和图片展览 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 今天由于国家有重大新闻事件发生 村里人都聚到了祠堂一起收听收看 新闻开始前 首先对本村的事务进行讲评 今天轮到了村民邹盛载 虽然事先写好了稿子 他还是有些紧张 这次他要表扬村里的一件好人好事 我对郑端祥本营年博古兴 但是由于他公公婆婆 多年来有病特性 都有他一个人在家里福利 这个鉴于明代的新干檀秋香中州村邹氏祠堂 和新干的众多祠堂一样 曾经是村民举办红白喜事和宗族意识的场所 这样的习俗延续了千年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中州村的中青年开始外出打工创业 留下老人孩子缺乏照顾 村里的社会生活日渐凋敝 曾经延续千年的祠堂 也无法团聚同宗同祖的村民 只有找到丢失了的凝聚力 才能改变走向空心的乡村 于是新干的祠堂开始有了变化 文化活动在祠堂开展起来 互帮互助的老年协会也在祠堂建立 原来是村民举办红白喜事和宗族意识的场所 变成了村文化服务中心 文化道德课堂 法治宣传讲堂 老年人遗养之家 祠堂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 让村里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008年中州村被国家司法部民政部评为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并获得了国家文化部第十四届群星奖服务奖 和善的村风民风在心干蔓延 新干人相信敬老有福 敬徒有谷 这句当地流传的统话中 蕴含着对土地和祖辈的尊重 新干的祠堂在延续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与时俱进 增添了当代新的内容 它维系了家族情感和古朴的和善之风 让在家的新干人获得了心灵的满足 也召唤在异乡的打工创业的新干人 2006年5月 38名新干籍从事香包皮具产业的老板集体返乡 并带动更多的人回乡创业 短短十年时间 新干成了远近文明的香包之都和灯室之城 无论时代有何不同 也不论经济如何变迁 涓涓溪流终将汇入大海 新干的祠堂呈现出时代的生动印记后 文化的源流便浸润了乡土 凝聚了人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